好 这家来讲我少数会去逛街的一家店 这个外家是喊呼卖家 老板默默的人潮好的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会看得到的喊货单品 但我觉得他的选品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在 就是偏有点个性 都会有一点小设计在里面 然后又休闲 平常很容易穿得出去 所以忍不住会回去看 他有些单品真的很多人问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在Facebook 然后后来的IG才有 他的照片呢就是很普通啦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去看 那他很多单品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总之上一次买的东西没有到很多 这两双就是这近一个月真的很常穿搭档 也很多人问 看这个 是聪明的 这跟对我来说是稍微有点高啦 但是因为现在换季了 买不到了 因为我也是买他带回来的商品 所以不一定买得到 那总之还有三件衣服的单品 跟太阳眼镜 这之前也有拍照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开的那种太阳眼镜 还有耳环 他很多耳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可以去他店里面看 或是到他的网站上看 我没有耳洞 以前都是要改家 但现在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耳针穿过 很方便 这星星的很美 他就是一副的 那我个人很喜欢只带一边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选择性 我自己喜欢就是自己这边的脸 大部分是带这边 这个之前也是有搭配到 我觉得很美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比较个性搭法 但我觉得他颜色很美 有点贝壳粉在这边 耳针 现在就可以直接这样 气质俐落的感觉 我喜欢大德的话 会修饰脸比较多 然后这次刚刚他买的三件衣服 还有鞋子 就换 几乎每个东西 这是爆多人问的 但是他还有没有不知道 就是你们就自己去问吧 这就是其中两件 但是我没有打算把它搭一起 我当时就是很喜欢 他有这样子的设计在这 两边不同颜色的 我就很喜欢 这个 有点暗 看起来特别重 那总之他这个裤裙 他有单边的 我觉得他真的有个性 很好看的感觉 我觉得这超好看 就是去很多地方玩的时候 也穿这个 鞋子 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出门很方便啦 平底的鞋 我喜欢他是有点高度的 就是厚底的感觉 一定要软 我的脚才会舒服 总之这双就是也是很多人问 他是还蛮好搭的啦 而且他这个底真的无敌软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看 再来就是这双 懒人布鞋 我个人很不喜欢把鞋子套到上面来 我觉得这样脚比较舒服 这双的材质我也非常喜欢 因为他看起来是布鞋 但其实他是防水的 像是塑料的东西在这边 我就觉得这非常的好看 很厚底 但是就是很软很好穿 再来这双 他是一半透明 然后一半这个 布面的感觉 然后拼接就是透明的 我觉得这还蛮有个性 搭配很多东西就会还蛮有槽感的 然后又是高跟的 大家透明的就会有脚延伸的感觉 就会比例很好 所以我蛮喜欢透明的设计 就真的很好看 最爆炸多人问的裙子 他裙子扣法蛮特别 他其实是侧边扣的感觉 他就是在这一边 然后再扣到这边来 破坏的非常的有特色 他走动摆的那个幅度 跟那个破坏的感觉也超好看的 我个人非常爱破坏的 这件上衣是Mercyuse不对啦 这个就是要搭比较短的上衣来配 那总之这件裙子大爱啊 然后也是最多人问的 后面也是有开唱 他就是这样 超爱这种破坏感的东西 对有人跟我说他有这件 但是呢他就越破越高 整个破上来 我说那很好啊 那变得更有特色啊 独一无二耶 我很常在就是 全世界逛那种购物网站 然后只要看到是那种很有特色 就算一件就是要上万元的那种破坏单品 我也很有可能会下手 就只要我够喜欢 就会忍不住一直的赞叹 一直赞叹一直赞叹 然后有时候破坏的东西就特别贵 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买 随便蹲一下也很好看 这流出真的是太好看了 啊 这么好看的裙子 我觉得我穿太好看了 真的太好看了 总之这几间就是 把握夏天里巴的购物 我觉得这家可以去追踪啦 我有问过老板娘 他做了非常多年 应该七八年有了 只是他就是一只维持 没有到很大 很认真在卖他自己喜欢东西的感觉 好这几天真的突然变得很凉了 真的就是夏天要拜拜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些 我还是会继续搭秋天的东西 好他们家我迅速的呢 又买了秋冬三件 赶快来分享一下 免得有想到要到时候去看 然后大家又买不到了 总之就是 我身上红色上衣跟这两件 你们下半身也很特别 啊 怎么这么好看呢 这么特别呢 之后才会分享 有没有 上半身这个 好好看哦 天呐 虽然我知道我穿什么都好看 也没有啦 其实我也很挑啦 啊 反正就是这件就很好看 这个特色在这边 迪士尼连明的吧 它有好几个颜色 就是觉得红色非常的好看 就是里面我觉得最亮眼吧 这件它有内刷毛 天凉的时候不会倒热 就真的还蛮暖 蛮舒服的 像我现在就是没有穿内衣 舒服的 我觉得就是 这样就可以出门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会注意到 我里面有没有穿 前面就是非常宽松的那种短板 然后后面就很不通啦 下半身都要什么都好看 搭一个就是比较有 反差大的东西在这边 如果换成其他的下半身 好前几天穿出去的时候呢 下半身就是穿一个比较紧的 但是我不是这样直接出门 绑个牛仔歪搭在下半身 看起来就非常的帅气又合理 这当然配件搭什么就是很随性 就会非常好看啦 这件衣服完全里面什么都不用穿就好啦 好舒服喔 天哪 这个牛仔外套呢 当然就会依那个天气季节 来去穿不同感觉好 首先呢 我喜欢它这一个 有没有 它这一个地方 看起来有个标签 它是要死掉 但我不想死掉 就是想要有个东西在后面 好它帽子算是还蛮大的还不错 现在牛仔外套正确穿法就是 袖子卷起来 要把你的衣服往后方 两边不同 或是两边一起往后方都可以 然后让前面看起来很短 就是不能穿好 然后人家说 哎小姐你外套要掉了 你说不要碰我 就是要这样穿 现在就是要这样穿 要穿不穿 然后衣服穿不好 就是王道 无论你是搭就是一般的衣服 还是搭洋装 你就是把外套往后丢 就对了 你才会看起来不一样 才会看起来特别有个性啊 好不行 我发现这件要示范的太多了 还是决定找人帮我拿一下手机 它有很多好示范的 这件为什么自己无法拿 因为我要示范 好它就是夹两件 如果什么都不管它就是这样 这么随性的呢 除非就是你身高够高 就很OK 但是这一个呢 它有两个袖子 你随便这样拿上来 其实有时候它会这样很皱不好看 这样 然后往前绑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往前绑 就这样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臀部有一种翘起来的感觉 哦 怎么这么好看啊 而且它有好几个颜色 反正我就想要买白色 然后灰色就是 就很休闲嘛 就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我随便看都好看啊 然后再拉一边有没有 很容易就可以把你的线条拉出来啊 你整个是非常随心休闲 然后这个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很喜欢这种就是一件休闲 不用想太多 一件就是这样出门非常方便 我再去买白色 其实他们叫我还有在买其他东西 因为喊货就都是要等 等到再跟你们分享咯 这样吧 拜拜